当你同事们教我如何哄老板开心 美根 老板让我给你倒咖啡 你去啊 多好机会啊 啥机会啊 老板怎么不让你倒 不让主币他让你倒啊 你笨啊 老板肯定是看中你啊 这不是机会是啥 干你去啊 哎 记得加糖 老板喜欢喝有糖的 行 老板 给您咖啡 你怎么知道我要加糖 因为那天开会我看见老板你笑了 挺甜的 笑什么甜 喝咖啡应该加糖了 真皮 正好帮我看看这两张衣服 我穿哪一件 一会儿要见王总 那老板你等我先送我文章 马上回来 嗯 谁啊 老板让我帮他选衣服 见老板怎么办 什么样的衣服啊 一个白色 一个蓝色 选蓝色那件吧 咱老板穿蓝色的 显得气质好 更年轻 哦 OK 了解 老板 忙完了 老板你这两个衣服好 用你穿蓝色的衣服 为什么呢 老板你年轻了 穿蓝色服的你气质 而且呢 多少客户咱们公司 召集公司给我们四个合力 像老板你这么漂亮 还乐不 可我肯定愿意怎么很多呀 好像还真是呢 逐渐 逐渐 行 王总有一个项目我要谈下来了 你跟进 行 那谢谢老板 老板给我项目了 衣服全拍了 我就说老板拍到你吧 哎 没事了 我手机都不怕摔了 偷偷告诉你 老板有用的女孩 女孩 老板不是单身吗 都在呢 来 给你们准备的年会 你们分一下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这都是啥呀 手机膜还有零食 老板变化真大 确实 你来公司之前老板可没这么好 所以 跟我有关系啊 有大关系 那你刚才说老板要做什么意思 告诉你 没啥意思 老板不是单身吗 单身就不容易的女儿了 我跟你说 老板是狮子座 狮子座 对 跟我一个姓姓 老板还喜欢小动物呢 喜欢小动物吗 老板喜欢直来直往 不喜欢藏咧咧着 有什么事最好是直说 直说 最好 我还喜欢小朋友 不行 那我知道 我去见一下客户 我去帮我接一下我女儿 好的 老板 就是我们关系早已捧头 小 bird 二十四个人